中国评选出最佳的10名运动员 名单为 1、杨倩、射击、二苏丙天、短跑、三师亭帽、跳水、四马龙、乒乓球、五拱立交、田径、六谷爱玲、滑雪、七旅小军、举重、八张雨飞、游泳、九汪顺、游泳、石尘雨飞、羽毛球、有人气、还有实力的拳红蝉 怎么落选了 当选的各位也都是各自队伍的精英 全红蝉作为寒门贵子的典范和他们相比只是人气更高专业成绩并没额外优势 另外跳水队的施亭帽作为跳水队的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 全红蝉在东京奥运会上表现惊艳 年纪虽小 但在赛场上所表现出的冷静、自信及高超技艺却精视权 五跳三个满分 得分破了10米 跳台世界最高分数 确实可贺可喜 年仅14岁 家境又不好 所以很快被媒体报道 励志故事被家喻户晓 掌声和鲜花分支踏来 但这些并不代表一定要给他十佳的荣誉 看看评选上的那些运动员 很多都是30多岁 有的参加过好多体育赛事 有的摘得多枚金牌 还有的苦战多年 也是为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 十佳运动员的评选条件想必是十分苛刻的 知名度、贡献度、服役期间表现 所在项目的总体水平等等 这些应该都是包含在内的 就比如说跳水这一项 一直是我们国家的强项 网界也有得了冠军 没有凭上十佳运动员 因此也不算不暴冷 拳红禅岁数太小 主要任务还是学习和成长 而不是一味的把他捧得太高 正所谓功不能拉太满 太满了就没有发挥的空间 而人也一样 小小年纪就让他荣誉加深 无形中让人失去进步的动力 成长的空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拳红禅落选中国十佳运动员 让孩子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不足 对他的成长很有好处 我认为 与其给孩子这样那样的荣誉 不如给他创造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让他能健康成长 这比什么都重要 拳红禅年龄小 还有非常大的潜力可以发挥 更有许多的机会等待他 相信未来一定可以评选得上 如果拳红禅参加评选 应该参加全国十佳少年 十佳三好学生 十佳少先队员的评选 用孩子和学生的标准 和孩子们一起站到领奖台上 成为学生学习 努力的楷模和目标 更有意义 也是对拳红禅最大的呵护 祝愿拳红禅好好发展 感谢观看